大家好,今天来到了经纬机械的资桌厂区 采访我们一位有从业16年经验的销售外贸精英,梁总 你好 梁总,您经纬经纬已经有16年了 您去年的业绩是如何的呢? 我到今年的7月份为止 销售业绩是3300万左右 去年同期的话,我看了一下,差不多是在2500万 相比较矮延,有一个25%左右的一个增长 在这个疫情期间,又没法去国外参加展会的情况之下 没有一个这个比例的增长,我认为是相当来自不易的 这个比例的一个增长,我认为它主要是由于公司一个优秀的平台 在国外市场,在客户那边长期积累起来的 一个非常良好的经纬品牌口碑 特别要感谢何董事长高张远祖在国外市场的一个布局 和售后调试人员的国外市场的一个安排 当然,我自己个人能获得的每一个订单 也离不开整个经纬管理团队和生产事后团队的心情的一个付出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感恩这公司对我的一个培养 感恩自己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所以自己也要在接下来几个月再接这里争取能有更好的一个业绩 谢谢梁总的分享 真的,梁总总觉得的确很到位 那我想再问一下梁总,对于我这样的销售新人 您是否能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呢 好的,因为我本人也是从新人过来的 所以说建议的话,我大概也总结了几点 第一点,我就感觉作为一个新人 他还是需要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一个业绩的目标 你哪怕刚刚进来自己定个业绩 比如我要做到20万美金,50万美金 甚至更高可能100万美金 你必须要有个目标之后 然后你才有一个奋斗的一个动力 假如没有目标的话 就很盲目的每天就去上班 去做一些按部就班的工作 就是整个工作的一种状态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自己要定一个业绩的目标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有一个学习版样的目标 就是有一个参考 你可以看着比你跟你一起进来的人 或者比你更优秀一点的人 业绩做得比你更好的人 你可以细心地去观察一下 他平时在干什么 怎么去学习 怎么再去谈客户 怎么去车经理 去看设备的开机 调试 然后你从他身上 你就会形成一个这种 一个版样的感觉 就会 就会也去模仿 去跟他去学习 然后这反过来会促使你自己的一个进步 这个是目标方面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目标 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然后第二点 我感觉要深刻地去领悟公司 用心持久的企业精神 做外贸这种业务 说实话 它必须是要有耐性的 必须要不断地积累 时间要经历过长时间的一个积累 它才会有收获 当然除非有某些 极具天赋的 做业务的 或者运气极好的 它偶尔的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也会获得 比较一个大的一个订单 比较大的客户 这种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 大部分的像销售 销售经营还是经过一种长期的一个积累 比如像我们公司的陈彦青 销售经理 陈经理 还有像我本人也是 也是长期在这个外贸的 外贸领域里面 也是耕耘了好久好久 基本上都经过长期耕耘之后 才会有一个收获 然后每一个订单的获得 对客户这边的来说 它也是一个长期耕耕的一个结果 有的客户要耕耕一年 两年三年甚至更长 你们在跟别的销售经营聊天的时候 可能也会经常听到他们说 这个客户我整整跟踪了三年了或者四年了 好不容易才把电脑拿下来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 因为像我们这种设备 鉴于我个人来说 我卖的这种片材设备比较多 相对来说这种设备 一步起步的话可能就二三十万美金 有的贵的可能都要七八十万美金 或者一百多万美金 对于这么大一个项目的投资 它不可能短时间一拍脑袋就做决定的 它不像买个手机 或者买双鞋再买个衣服 简单讲讲它可能就做决定了 像这种大型的设备 客户都经过一个长期的市场调研 可能自己对本公司的一个规划 然后再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要有这种用心持久的精神去做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的话 要勤奋 要多去车间 多去学习设备的基本知识 不能老是坐在办公室里 像闭门照射一样 就是不去车间也不去了解 这个比如罗杆机同是怎么装的 什么叫机量泵 什么叫换碗器 你就关在办公室里去看 看不出多大的效果 或者对你自己本人的一个印象 它不会特别深刻 反而你去车间里去看一下 你看师傅怎么把这个换碗器做出来的 怎么安装到设备上的 然后换碗器怎么工作的 这样会 这样会对你的技术的一个积累 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要坚信自己付出的每一滴的汗水 点到这么热的一个天去车间里去 自己付出的流的每一滴汗水 都会有收获的 都会在你跟客户在商谈的时候 会给你带来不小的一个信心的 都会有帮助的 这是我总结出的第三点 对心理来说 我主要是有这三点建议吧 好了 好 谢谢梁总分享 我反正肯定不是那种天赋型选手 我肯定是 也要跟梁总说的一样 去勤奋 去有耐心 去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的把销售这件事情干好的 那非常好 那关于具体的销售技巧方面 我想再请教你一件事情 就是当遇到一些非常难以搞定的客户的时候 您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对于销售新人来说吧 或者对于大部分的销售精英来说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首先第一点 就是要去学会赞美肯定客户 既然这个客户很难搞 说明这个客户 他对自己的一个技术能力 或者自己的一个采购的一套方法 都比较的自信 而且这个客户也比较的强势 所以碰到这样的客户的话 你不能轻易的就否定他 就说你这个方法不对 你这个不行的 那个不对的 这样的话对客户可能会有一种打击了 就是 然后我个人的建议就是碰到这样的客户 就不要轻易的去否定他们 要学会以欣赏的眼光去尊重他们 比如说你说 经常会赞美他们 说你们这种要求是对的 确实这个技术点 你们切入的非常好 然后我们这边去跟技术部去沟通下 看能不能去这一点 去达到你的一个要求 就类似这种的 不能以这种抱怨 或者这客户怎么这么难弄 这么难搞 以抱怨埋怨的心态 去对付这个K字 或者去对待这个客户 所以第一点从态度上面 就是一定要非常诚恳的 去尊重 去赞美客户这一种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感觉就是要牢记 已成待人的 公司的这种做业务的核心的一个准则 不要纯粹去为了搞定这个客户 这个项目 去采用或者欺骗的手段 或者讲一些 很天花乱坠的一些承诺 就是这些 这些会导致客户对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 一个市场形象 都会导致非常很不良的后果 相反我们要非常真诚的去对待这些客户 很耐心的去跟客户去介绍 我们公司的一个悠久的一个历史 非常专业的加工能力 和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等等 通过这种不断的努力 很诚恳的去去感动你的客户 这是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要以诚待人 第三点我认为就是要充分 发挥我们经纬团队的一个优势 如果自己在谈这个客户的时候 确实感觉到很吃力 好像这个客户怎么这么难谈 你跟他问的一些问题 他可能不回答 他反而不断的问你很多问题 就让你回答这回答那 就是你感觉就是特别难 特别吃力 如果碰到这种客户的话 一方面也说明这个客户 肯定是一个准客户 他肯定很懂 所以才会问这些问题 所以你就要第一时间 把你这个客户的具体的情况 去跟公司的一些管理团队 去跟公司的主经理 或者技术团队 去跟他们去汇报一下 这个客户的具体信息 通过我们整个团队的触谋划策 然后共同努力去把这个客户去争取到 就第三点要利用团队的力量 然后第四点 然后当你尽了所有的努力之后 感觉自己还是搞不定这个客户 但是这种客户的话 你也不能因为这一个订单 而去放弃了这个客户 我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类似的一个案例 我自己也谈过一个希腊的一个客户 记得大概在两三年之前吧 当时也在德国K厂的时候见到过的 也跟他谈的 谈的时候就感觉这客户 他心理上已经有一定的倾向性了 好像就是被那个公司 就另外一家我们竞争对手 就跟说的南天 可能就跟洗锅脑一样 你无论怎么去跟他去讲 我们设备多好 公司实力多强 他就是下决定 我一定要买这个宁波的 或者一个小的生产企业的东西 他们的真功相好 他们的欠交 我一定要买他们的 怎么说怎么都不管用 后来的话 确实这个订单是丢掉了 但是我没有因为这一个订单去丢掉 而去放弃这个客户 然后在这个项目丢掉之后 差不多两到三个月以内 我也还是在持续的去维护 这个客户 去跟客户保持这种不尽端的沟通 差不多三个月左右吧 客户等客户收到 那一家竞争对手的设备之后 然后客户之后 客户他就给我们反馈了一个信息 他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他说那个公司对他可能很多的答应好的配置 承诺好的一些可能配件都没有给他发 设备的话 根本就达不到他们需要的这种产量的要求 所以客户是非常非常不满意的 但是呢 这个客户 差不多 我记得差不多也就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后 手头上马上有新的订单了 刚开始也是一个很小的订单 大概两套 两套三套PVC的一个模具 好 他就说 哎呀 Jacky你跟我也跟踪了这么久 大家都谈得满愉快的 要不这个订单我就给你去试试吧 然后他就给我做了 给我做 然后我们确实经纬的一个品质 没有让他失望 他就非常的满意 就从那个小订单之后 然后陆陆续这两三年 这疫情期间的两三年 尤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他给我们陆陆续下了很多的订单 最大的一个订单 我记得差不多是有40多万美金 一个也是挺复杂的一个设备 就PPR的450的 三层的那种供给生产线 也是挺复杂的 他放到我们这边去做 而且整个设备过去之后 他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满意 到目前还有订单 从上个月我记得 还给我不断地在下订单 所以我就是认为第四点 就是不能因为这种客户难搞定 而去放弃这个客户 辞职以后来去跟踪这个客户 肯定会有收获 谢谢梁总的分享 好的 我主要就这么几点 听完梁总 我还是感受到了坚持的重要性 然后也感受到了 作为经纬这个团队的重要性 那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您 就是除了对质量 对技术要求高的这个客户之外 我们经常还会遇到一类客户 就是对价格要求非常高 对价格非常敏感 当您碰到这种客户的时候 您是怎么把这类客户解决的呢 对的 您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的好 像对价格敏感的客户 现在随着可能国内外形势都不太好 可能会越来越多像这种客户 像我们之前碰到的话 像尤其多的像这种巴基斯坦 印度啊 可能甚至埃及啊 因为他们对价格都非常非常的敏感 我个人的话 还是有四点小小的经验 所以跟你这边也简单分享一下 就第一点 碰到这样的客户的时候 比如印度客户来个询价 然后像这种客户 你不要轻易的报价 尤其对于这种非常准客户 就是非常靠谱的客户 不要轻易的报价 因为你假如万一报过去 你要让你常规价格去报 价格太高的话 像他们这种对价格又非常的敏感 他可能就吓走了 他一看你的价格 可能报得很常规的一条平台线 你可能你报个25万美金 你认为很正常 但是他拿到 你不知道他同时可能拿到张家杆 或者清早的配置 有可能就极低的价格 可能50% 40% 他可能第一时间就把你的高价 给否定掉 所以我建议的话 碰到这种客户 就不要马上报价 先从技术配置着手 先把技术配置 先发给他 先捋一遍 从头开始 从挤出 从商量开始 模具开始 一点点去给他捋一遍 把最标准的一个配置 最最常过的一个配置 发给他 然后问客户能不能接受这个配置 他可能会回复你 这辈子还可以 你给我去报个价 对 然后这样的话 你相对来说切入点 就会比较低 因为基于一个基准的报价 然后额外增价的部分 他比如可能机量部 他要换成什么马格的 像这种国外品牌的 然后你就报一个差价在上面 比如基准价10万美金 然后这个升级一下 加一点 那个升级一下 加一点 一下一下给他罗列出来 他这样的话 对客户来说 心理上可能会 可能会容易接受一点 因为你的基准价格 是比较低的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碰到这种的客户 尽量不要过多的 就围绕在这个价格上面 就是花太多太多精力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 去介绍公司的一个实力 公司的一个生产加工能力 不断的发一些公司的 一些生产视频 不断各种各样集装箱 进车的发货的一些视频 以及跟客户介绍一下 说他们国家 一些顶先的管财客户 片财客户 都是我们做的 然后最近又买设备了 这样的话 不断的给客户 去灌输这种思想 这样会在潜移默化中 会给客户带来一种 提高他的一个价格的承受能力 他因为知道 可能你公司确实是大公司 价格确实可能是要 比别的公司是要贵一点 但相对的品质来说 就会有一个大速度的提高 然后第三点 在你不断介绍公司实力 加工能力 然后获得客户的现任之后 然后要去试探性的去问一下 我们也谈了这么久了 然后你手头也有好多的报价 那你倾向于哪一家的 一个配置和价格呢 就是能不能像朋友一样 能不能就是问他要一下 能不能把人家的配置 发给你这边看一下 看一下 然后一旦他做出这个决定 一旦他愿意把人家的配置 发给你之后 说明他已经把你列入他的可选项了 当你收到他的另外其他供应商的配置的话 然后你也可以精确的一个比较 精确的一个比较 你可以对比一下解锁机的产量 解锁机的定期品牌 或者一些比如三国的设计 广场的大小之类的等等等等 这样你就可以列出一个明信 我跟他们相比 我这个用的不一样 差价比如2000美金 另外一个计量棒不一样 差价可能5000美金 一个列出来 然后一算 基准价其实都差不多 我们价格高 而是因为由于我们用了更好的东西 或者里面更好的技术在这里面 所以才导致整个设备的价格 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第三点 然后第四点的话 也是比较重要的 也就是正算平时积累 平时要尽量多积累一些各个国家 一些典型的客户案例 像土耳其的 像印度的 巴基斯坦的 都有我们非常大的 非常典型的一些专业的客户 在各个领域里面 同时这是一个优质客户的案例 你要了解 或者平时注意收集一下 客户用的一些 张家杆的或者倾倒的 我们竞争对手的 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案例 自己也要收集一下 这种案例去跟客户一讲 比如我以前碰到过 一个土耳其的客户 他是在倾倒一个公司里 买了可能两条GBPS的 这种板材线 买了之后 他就是非常非常不满意 连续好像司机 开了几年都没法正常来开机 像碰到这种客户之后 碰到 假如同时你碰到一些 印度的比如客户 然后他也同时在跟 这个倾倒客户询驾 然后你把这个案例 去跟这个客户一讲 他马上就会犹豫了 非常管用这个效果 另外一个像这种对价格敏感的客户 最好能够在潜移默化之中 去让客户去明白到 虽然他买我们这种大厂家的 这种很很正规的这种 优质的这种设备 当时定的时候可能会价格会贵一点 会贵一点 可能是感觉心理上 就是需要提高一点这种承受度 但是他买的这种设备 都会互操所值的 一般像这种设备都买的时候 你感觉心理上稍微有点难受 还是做决定有点难 但是你真正 当你收到设备之后 你会用起来就会非常的满意 人家说买的一刻是比较难受 但后面用起来持续了多少年 都会心理会非常的舒坦 相反 他假如买便宜的设备 买的时候可能认为自己 好像他赚到了 自己摊便宜了 哎呀价格很低了 我买了一个东西 买了一个设备回去 但是当他收到设备这一刻 他就会大失所患 整个心理的一个预期 就会大大的降落 然后后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通过这种具体的案例 可以去让客户去改变 他们固有的这种采购的习惯 并不是说一味地去追求 这种低价的设备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一种 试点差不多 供你参考 非常感谢梁总的分享 那我今天的采访 就简单这么几个问题 希望我以后也能成为 和您一样优秀的销售者 大家一心独立 一心的用心持久 谢谢 谢谢